台灣是一個速成文化的社會 那很多事情就是你很short turn 你想要一次到位 這個是不可能的 那雖然一時會有不錯的效果 可是你那馬步不夠紮實 重心不夠低 那很容易就馬上就要堅決 讓本土球員在籃球場上 不要因為突然間那個美光燈啊 就失焦了 對阿豪爾再從他摸過來做發動一個轉身 轉身爆過來 哇 這邊要放開來打了一對一 結果讓他拿一投三分 對阿豪爾 還有我們的其他各種區域DHS 都是對阿豪入座 那只有C區是自由入座 那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在位置就是二樓的區域 你進去能夠只是擁抱 因為呢我們其實現在離開上海的時間 不斷的還是希望年輕選手被看見 那年輕選手表現好 那我的責任呢就是我要保障他們被看見的權利 我要堅決讓本土球員在籃球場上不要因為突然間那個美光燈啊就失焦了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堅持的 雖然不容易 就大家可能也覺得他們現在的這個狀況啊 狀態啊 是不是值得大家 花那麼多時間去栽培他們 可是這是必須的 那台灣是一個速成文化的社會 那很多事情就是你很short turn 你想要一次到位 那這個是不可能 所以為什麼會強調一步一腳印 然後穩扎穩打 就是任何事情任何行業你沒有捷徑 那雖然一時會有不錯的效果 可是你那馬步 不夠紮實 重心不夠低 那很容易就 馬上就會垮 那尤其在運動場上 所有的都會來自於你的核心和重心 那這是我用籃球場上的一個想法 那這也是籃球教會我的 那用在我現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面 到今天就做了 那我還是卡住了 我還是卡住了 那我還是卡住了 那我們也有說 不夠十分,我不是你